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离开晋府的时候说过 我跟麒麟要同生共死 如果要杀了麒麟的话 那就先杀了我吧 我不要你死 你应该跟娘回去 母子团聚 好好地过日子 你若死了 我也不会夺活的 我说了要杀谁吗 怎么迫不及待地要死要活的呀 元宝 你是我的儿子 我是你的母亲 儿子可以不顾母亲离家出走 母亲 却不可能抛下儿子 从我离开晋府的那一天 就和晋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就和晋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管你说过什么话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我永远都是你的母亲 我现在 我要把你带回家 你应该跟你娘回去 我发过誓人 要跟你同生共死 绝不分离 我没有让你们俩分开 他也一起走 你让麒麟回去 你让麒麟回去就是死 京城遍不而不 想在他身上做文章 麒麟不能回去 金府门口高悬着太后遇刺的匾 依然是圣上眷顾有家的大将军府 谁敢进来随便抓人 还是元宝你就不相信为娘 说孩儿我逆 孩儿 不想让今天有任何的威胁 冲蹈险地 元宝 别这样跟娘说话 你们两个闯下了弥天大祸 以为还有安身之地 天高地大 我跟麒麟总会有立足之地的 甩天之下 莫非王土 太后要召见你们夫妻 你们怎么可以不去 如果不去的话 代家的事情就一定会暴露 到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娘 您来找我们 是要我们回去见太后吗 太后要召见 谁能不见 那然后呢 然后把麒麟交给太后 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她身上 用麒麟的命 来换整个基辅的安全 这样对吗 孩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孩儿 下定决心 一定要跟麒麟同生共死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为娘 娘如果真的要告发麒麟 早就去告发了 我怎么受这段时间 不想再伤了 你们心里 你能ığın家 就要均立了 把你带回来 守住这个秘密 才能保住所有人的平安 你要跟我们一起瞒着太后 娘 这可是欺君治罪啊 对 这个野丫头 她已经是犯了欺君治罪 可我的儿子 却要和他一起同生共死 我要是失去了这个儿子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显赫地位 荣华富贵 所有的一切 如果没有了我的儿子 还有意义吗 元宝 只要你们好好活着 只要你能开心 娘 做什么都可以 娘 现在只有一个请求 娘求你 跟我一起回去 以后 以后你再也不要离开娘 你不答应 娘就不起了 娘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辜负你 我也不会再离开你 也不会再让你流一滴眼泪 如有违反的话 不要再说了 娘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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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跟娘回去 娘心里比什么都好过 雪凌 娘原谅我了 还不谢谢娘 谢谢娘 不用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儿子 娘 我扶你 来 我扶你 是 少爷和少夫人回来了 夫人也安安好 那天我离开家以后 就没有想过 还能够再回来 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娘为了你 居然愿意把这件事情瞒下来 什么你娘我娘的 那是咱们的娘 我娘为了我 可以牺牲她自己所有的一切 我娘为了我 可以牺牲她自己所有的一切 我心里 也为你们开心 金灵 你要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我们不能再辜负她了 从今以后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好好孝敬娘 侍奉的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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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柳氏 叩见太后 臣金元宝 内人金江氏 叩见太后 平身吧 谢太后 谢太后 一直是 资金家 不敢很蓝 我长得头 又不蓝 你可以 他说 一架 你的女员 赐座 谢太后 金元宝 你要休期 闹得沸沸扬扬 不知你为何 要拆散哀家赐的金玉良缘 说出来 哀家替你做主 哀家的女眷 各个都知书达理 哀家也正是看中了江小萱 温良嫌淑 特才赐婚 你既休期 想必是江小萱 犯了大错 他有何错 你尽管直说 他有何错 离太后 其实小萱 并没有什么过错 都过元宝 年轻气盛 一时怨气 才会和小萱吵架 做出休期的啥事 还请太后恕罪 是啊太后 他们夫妻小吵 什么小事都当成大事 闹归闹 夫妻吵架 床头吵架床尾和 本是人之常情 可是 你为了一点琐事 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成何体统 金元宝 当初抱着小萱 舍命求要的是你 今日要休掉小萱的 还是你 婚姻大事 怎可儿戏 朝堂之上 就有些人 希望金江两家闹绝力 你偏偏做出这种 心者痛 仇者快的傻事 这不正中了那些人的下怀吗 元宝知罪 如月 在 太子虽然已经监国 但不到登基的那一刻 什么事情都不能确定 近年来二皇子羽翼见风 又讨圣上喜欢 一伺之事 皇上多有优异 将军优人 等待 军优优独立 你才能爆炸 军优独立 此人 皇上也不敢 爵 挖住了把柄 到时候哀家也救不了你 多谢太后教诲 哀家知道 你这么多年打理金府上下 监管军器所 尽心尽力 可人终有朗的时候 你总得把这家业交给下一代 金元宝 你是金家唯一的男弟 金家的希望和未来全在你身上 你娘对你寄予厚望 但愿你不会让哀家再失望 多谢太后教诲 元宝一定不负太后期望 江小萱 在 你身为相府千金 嫁入金府 就要恪守复道相夫教子 倘若言行举止 有为金府的门规 清则坏了你江家的名声 重则则坏了金江的联盟大事 这岁是你一个小女子 能承担得起的 我 臣夫知道了 平身吧 谢太后 谢太后 这个危机啊 暂时算是过去了 听太后的口气 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暗潮汹涌 当太后提到二皇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 一下就亮起来了 怎么说 在我回门这一路上 把你都要走 一直被追杀 军纪所的旧职典礼 我也差点被炸死 我们回金府的路上 又遇到杀手 我推断 想置我于死地的 应该是二皇子 毕竟我死了之后 能够兴风作浪的 也只有他 可是二皇子 怎么会对你的行踪 了如指掌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我怀疑我们金府里面 有二皇子的耳目 果真如此的话 那可就太可怕了 我们金府里面 居然会有二皇子的耳目 那会是谁呀 能对我们的行踪 了如指掌的 在我们金府里面 也就只有几个人 放心吧 娘 我一定会找到她 不认识 姑妈 军气所本来就是 文昭代位监管 既然表弟回来了 理应有表弟继续接受掌管 赵儿真是个实诚人 那就交还给元宝吧 好 应该如此 来 少爷 不认识 昨晚 我替娘梳头的时候 看见娘的头发里面 买是银丝 娘年纪大了 我也是时候替娘分担 毕竟 我是金家的独子 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 任意妄为 哥哥 从今天开始 我会掌管金家大小事宜 如果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还请表哥多多提提 真是太好了 迦南出孝子 姑妈 难道少爷吃一线长一智 这时乃我金府最大的福分 看到你们兄弟两人齐心协力 真是太好了 事不宜迟 那文昭 你就赶紧 跟元宝做一下遗交吧 表哥 你找我 好 伯母和他装口说找你我事 少奶奶好 你们先聊着 谢表哥 来 少奶奶 上次让你们派人保护玉大娘 最近可有人在骚扰她 没有 最近特别太平 好 你们去峨眉山 把玉大娘接过来 就说 是我跟少奶奶的意思 把她接到京城来住 是 这个发簪 是我娘子 在峨眉山用的 把它交给玉大娘 她就会相信你们 记住 好好保护玉大娘 她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是 还有 这件事情一定要绝对保密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明白 快去吧 注意安全 是 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金月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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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配戴这个 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 是 是 什么 遮住了 你的 沉默 不再 珍惜 我的 付出 如果 爱是 良心相遇的 痛苦 为何还会有这么多 酸出 是 什么 挡住了 我的 脑 不再 心疼 你的 侮辱 就算是 天平的 良缘 也 会有 幸福 一个 错 都 不必 太 在乎 为爱 退让 并不是 输 抓紧你的手 走过我的 脚脚步 回来了 闭上眼睛 什么呀 不叫你闭上眼睛 你 你 找到了 当然找到了 谁叫你闭 找半天找不到 还把自己给弄昏了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这个项链一半是你 一半是我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我还欠你一个婚礼 婚礼 一个完整的婚礼 到时候我要小萱 长风 还有王强马忠 他们都来参加 还有胖虎 还有我们峨眉山的父老乡亲 还有 我要每周子都摆满 白馒头和红烧肉 还有一坦坦的好酒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过两天呢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什么 我们去晚了一步 带到他单人也是京城口音 为他们小心了一个 亲在御师 一定被藏在京城的魔国角落 不到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们立刻在京城 展开秘密搜场 事关重大 千万不要走到丰盛 知道吗 明白 元宝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衙门班二人 你们先去办吧 是 看看京城最近不太平 是 恶人不除 怎么会太平呢 一边是小萱 一边是我娘 你说让我捧那头放那头啊 这都是我爱的人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 这也不能怪你娘 前面动静太大 富岛人家经不住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像我娘一样 宽宏大量的 是啊 夫人就是夫人 那以后小萱 就拜托你照顾了 没问题 我们家现在比你们家 可和睦多了 我娘小大义 我娘子又懂事 你们家就是好 放心吧 你看我娘 都能接受麒麟了 我相信等到风平浪静之后 顾大娘一定可以接受小萱的 放心吧 少婦人来了 刘庄头 我正好有事找你 刘婆婆的病 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跟我说 至于以前的事情 还请你转告刘婆婆 过去的那些事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少夫人 可是 怎么了 小人正是为这事而来 实话说 刘婆婆失踪了 失踪了 三天前 我们给她喂药 可到那一看人没了 我怕她出事 就派人去找 可找不到人 后来是大狗二狗说 有几个陌生人 拉着马车 给刘婆婆拉走了 他们长什么样啊 小孩子说不清楚 不对 这里面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那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那俩孩子说 马车是往京城方向走了 京城 是啊 我想啊 刘婆婆被骗到京城 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小人想 少夫人心眼善 一定能帮助我们 把刘婆婆找回来 少夫人 小人 小人求你了 刘庄头 快起来 快起来 刘婆婆被抓 这么大的事 我必须得管 谢谢少夫人 阿福 少夫人 少爷在哪儿 她去夫人那儿了 快去把她教会 是 您别急 我跟元宝马上去查 谢谢夫人 给夫人少爷请安 什么事啊 阿福 少爷 少夫人有急事找你 让你去一趟 好吧 娘 那我先告退了 去吧去吧 小萱 小萱 奇怪了 怎么人不见了呢 难道 她已经知道 御氏被抓的消息 元宝 元宝 你帮我找个人吧 找谁啊 刘稳婆失踪了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她 刘稳婆 你是说 东陆河那个 没错就是她 刚才东陆河的刘庄主 已经找过来了 她说刘稳婆 这几天正在犯病 脑子不清楚 而且 她被几个 有着金城口音的人 拉上马车带走了 你不用那么着急的 我告诉你啊 这种案子 我在六神门见多了 你可以淡定一点 刘稳婆失踪 我怎么能不急呢 你急什么 刘稳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 你看 她也是我们庄子里的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么被人抓走了 我们也被绑架过 你难道会做事不管吗 我当然不会了 只是我也挺好奇的 这个绑架刘稳婆的人 她图什么呢 你看 刘稳婆都半疯半傻的了 她图的是什么呢 非通大伤 负任 你本身 gör上这些 你该 有什么事 她图的是 用温敏尼热し 要求你 你无法你 不认済 你家人 不要 什么 选择你 那些水 她不过 是的 可她 去哪儿啊 三个人 京城扣医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要我京城做的 少爷 大狗开过门使俩字 他说戒碑上写的是京城 这错不了 马车上的人长得什么样子 他们衣着如何可有谁见过 大狗跟我说脸生不韧的 他们想从刘文婆身上得到学生 对呀 少爷 你说得对呀 这来人绑走一个疯婆子 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行了 你别担心 刘文婆的事情我自会处理 给娘请安 都是一家人了 不要那么拘谨了 坐吧 元宝呢 她在帮我查案 刘婆婆失踪了 被人绑架了 什么刘婆婆 就是住在东洛河庄子里的刘文婆 曾经在我们府上服侍过 娘 你认得她 金府手下 几个庄子几千号人家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 你这个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这元宝 他一天要查多少个案子 现在又监管着军器所 一个人当两个在使用 你身为人父的 你不体谅他那么辛苦 连找人这种小事 你也麻烦了 娘 一个大活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么被带走了 这怎么会是小事呢 况且 金元宝他是个捕快 这本来就是他的分内事啊 庄子里 要有什么婆子失踪了呢 这庄头一个人找就可以了 实在找不到呢 他告诉帝宝医生也就行了 不必要我们金府少爷出动啊 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庄户 我们理应照应才对啊 这什么事都要惊动元宝的话 我们元宝不得忙死啊 可是 可是什么呀 我说不用查就不用查了 不用查 查不查案 那是元宝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 这么敏感 那我倒要反过头来问问你 这京城每天那么多人失踪 你为什么 就对这个刘吻婆 这么感兴趣啊 反正 人丢了就得找回来 你既然冲我一生娘 就要以长者为尊 我跟你说了 这等闲事 你少管 难道您就不想让她 被找回来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吻婆失踪 您为什么就拦着不让我查呢 尚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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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夫人跟尚夫人她们吵起来了 阿府 您送给刘庄头 是 刘庄头 这边请 笑话 我在自己的府上 为什么要听你这么一个野丫头 来质问 您既然不害怕 不心虚 为什么会提到吻婆子沉不住气 还要阻止我去查 莫非 您是心里有鬼 您 怎么了 娘 你干嘛 快向娘道歉 你都没有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需要问 娘不会轻易生气的 一定是你说了什么 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我哪有说什么 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我没有错 让娘生气本事就是你的错 好 那您问问娘 她究竟是为什么 她为什么不愿意 让我去查吻婆的事情 您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快向大夫 没事吧 是 是 元宝 你不要 你不要跟她嚷嚷 咱们有话好好说 娘 先坐下 娘 您别生气 我替她向您道歉 元宝 你跟娘道什么歉 我是心疼你 我看这玉麒麟 什么大小事情都来麻烦你 就说了她几句 没想到她这么生气 都是我不好 平时把她惯坏了 别理她 回头我一定让她向您道歉 我怎么会跟一个小丫头去计较呢 不过 元宝啊 这个刘稳婆 是个疯老婆子 人家抓她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 确实有蹊跷 我想 要抓她那个人 一定是想从她身上 知道些什么 知道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元宝啊 你现在是众人在身了 不必世事公亲 这样不仅是事情都做不好 还会把自己给累垮的 那些京城外面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理会了 抓刘稳婆那样的事 你就让当地的衙门去办就好了 娘 外面的事情您不用担心了 我自有分寸的 那好吧 这样吧 你 你自己掌握分寸 好的 你跟我扛起来 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这才几天的功夫 我之前跟你讲的事 你全都忘了 我娘为了你 连弃君之罪都担下来了 你今天这样顶撞她 你跟我奋吧你 你怎么不问她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娘做了什么事 她死活都不让我 查稳婆的事 cô她不让你查稳婆的事 你就要这样对她 当然了 稳婆都失踪了 怎么能不管呢 她没有说不管 她只是不让我亲自查而已 不让你亲自查就不对 你是京城第一捕快 不找你找谁啊 我娘不让我查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忙 一个做娘的心疼儿子累了 有什么不对的 你事事都替稳婆着想 你替我娘想过吗 你为了一个稳婆 这么大动干戈 你不觉得你过分吗 你为我娘想过吗 对 刘稳婆就是对我这么重要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娘说什么做什么都对是吗 对 我娘本来就做什么都对 如果她做错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金服 没有金服就没有金元宝 你明白吗 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她真的做错事情了怎么办 你不要跟我说这关题 我娘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亏我老师在她面前说你好话 吵架了 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吵架吧 才不是呢 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当然不是了 这跟以前不一样 这是金元宝和玉麒麟第一次吵架 其实我跟她之间也没什么事 还不是因为她娘 金夫人 要不是她娘那么蛮横地阻止我去查稳婆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跟她吵架嘛 所以啊 我现在反而怀疑这件事情跟金夫人有关 这么说 你是怀疑金夫人抓走了稳婆 完全有可能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不能轻易下结论 我就是这么想的 要不然的话 我早就说了 你想想 一个稳婆失踪 金夫人她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不就是因为稳婆她知道金元宝的身世 原本这一次 稳婆她是要来告诉我二十年前 元宝的身世秘密 可是就在这个结构眼上 这稳婆忽然就失踪了 以金夫人的为人 她为了掩盖金元宝的身世 她肯定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她一听到我要查稳婆的案子 她就紧张了 而且是让金元宝来查 她一下就慌了 你不要胡乱猜测啊 你有没有证据 我现在这不就在努力地找证据吗 反正稳婆失踪这件事情非常蹊跷 我不是在原刘陋 如果抓稳婆这个人不是金夫人的话 那她也是为了要查当年的事情 那如果是要查当年事情的话 那也一定和绑架有关 不好 怎么了 我娘自己在峨眉山 不安全 我得把她接到京城来 少爷 要不要去外面看看少夫人 不用 说不定这会儿 一个人在那儿哭呢 一个人哭才不是他的作福 少爷 是要去找少夫人啊 谁说我要去找少夫人 我在这儿作会 那你要去哪儿 我告诉你 你要再多管闲事的话 去找领事领板子去 阿富小心自己的舌头 少夫人 你来了 少爷正要去找你呢 大 finishing 我就 PHX 这一阵子比较忙 我想过几天再说吧 不行 我不能等 也不差这几小钱 我一天都等不了 你要是没空的话 我自己去就好了 你不用去了 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娘出事了 你娘不会有事 我娘不会有事 我娘到底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娘她一个人那么久了 她待在峨眉山 不会有事的 你不用着急 我已经陪人去找过了 你娘失踪 什么 你先别慌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我娘失踪你居然瞒着我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事 现在闻坡都已经不见了 这可和闻坡有什么关系吗 你瞒着那么多天 居然不告诉我 要是有危险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我是担心你 我陪人去找了吧 找 人呢 找没找到 要是你娘不见了 你会怎么办 会 少夫人着急 也是担心她娘 她的本人 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吗 没有 见过她吗 没有 不透 刘苍子的画像 已经派人 死处上去呢 知道了 都派些人数 不必要找到御室 还有没问 诺大的京城里面找两个傅人 真的是大喊扰真的 是啊 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们现在也不是两手空人 起码可以推顿 绑架他们两个的 是同一波人 同一波人 他们两个 都是不碍事事的孤苦父母人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和我金服有关 天底下哪儿那么强的事情 你们两个要小心插房 多多打探京城里那些牛头马面 还有鸡鸣狗盗 看看最近 谁家有新安置的外地人口 两个大活人紧急人 只要是绑架的人有所企图 必定会露虎马脚 是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见过吗 没见过 见过这个人吗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然后稍微有点胖的夫人 没见过 没见过这个人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然后稍微有点胖的夫人 没见过 走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啊 胖虎 我娘被人绑架了 莫莫让人绑架了 谁干的 我找人去携他老窝 是 你冷静一点 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 老大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我完全没有头绪 所以我现在来找你 是让你观察一下 京中最近的动静 注意 查看一下 周围有没有什么空房子 突然住进了人 京城附近都不要落下 对了 还有一个刘稳婆 她已失踪了 大概六十岁左右 神志不清 要是找到这个人 也记得及时通知我 行 老大 你放心 找到我立马通知你 那你一切千万小心 好老大 你放心 你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走 你